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,如何交接班是未来能否成为百年老店的重要课题,若是解决不好,那可就出大问题了。 接下来,我们来说说一个活生生的,败家子,案例。 心痛的罗邦鹏,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辛辛苦苦四十年,依着不胜全败完。 浙江台州家族企业海祥要业二代而辙,负不过三代,魔咒再次发威。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传承失败的范例,其失败照应绝非一句,败家子,所能道尽,值得好好总结。 罗邦鹏,今年72岁,浙江台州陆桥人1970年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,被分配到海门化工厂工作。 后来,这家工厂几次重组更名,罗邦鹏于1984年担任更名后的台州市交江化工二厂厂长, 此时工厂属于集体企业,从事日用化工生产。 1998年,工厂改制,便更为浙江台州海祥医药化工有限公司。 2004年6月,公司又更名为浙江海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,进行股份制改革。 罗邦鹏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。 此间,罗邦鹏通过谷改等多次所有制结构转换,把海祥药业变成自己的家族企业。 海祥药业专业从事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生产和销售,当年有多类产品产量居国内第一。 海祥药业的前身,是成立于1966年的黄岩县海门镇日用化工厂,50多年历史。 从化工厂创新发展成为一个知名医药化工生产企业,并于2006年成功上市,再到2014年将是如己初的企业拱手让人。 这当中,作为海祥药业创始人的罗邦鹏,花了40年时间,带领他的海祥药业一点点茁壮成长过来,一路要花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呀。 2014年5月8日,当儿子罗玉宏将海祥药业企业控制权拱手让给新主王云富时,做过心脏手术,精神状态非常不好的罗邦鹏,已经是满头引发的70岁老人。 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青春奉献,一朝复诸东流,这令人心痛的一幕,罗邦鹏不知道有多伤心呀,但却无能为力。 他黯然神伤地说,心疼能解决什么事,我自己心已经很疼了。 天要下雨,娘要嫁人,哎呀,你说我能怎么办? 罗邦鹏一身海叹 败家,的罗玉宏,是赌门,和,社局门,罗邦鹏的,痛,一个企业转型之痛,更是家族企业二代传承之痛,而这个痛,并非仅仅之发生在中国名气一代老人罗邦鹏的身上。 从海祥药家族,到海星钢铁家族,有多少名营企业因失败传承从财富巅峰滚落下来,你还敢说,这是罗邦鹏他一个人的,痛,妈。 业界西虚子成副业的二代接班人罗玉宏,将父亲辛辛苦苦四十年打造的家业拱手让给他人,那么,大家纷纷传说,导致厄运的主要根源,是,是赌门,和,社局门。 罗玉宏,罗邦鹏之子,1976年出生,1997年10月,他大学毕业后,就进入家族企业海祥药业。 像许多老一辈培养二代一样,罗玉宏也是先,基层历练,在车间,研发,销售和职管等部门都工作过,直到七年后,他才做到公司副总经理职务。 2004年4月,父亲老罗有意让儿子上位,给他挂上公司董事,三年后,罗邦鹏逐步退居幕后。 儿子小罗在2008年9月到2009年的一年时间,完成了从公司总经理到董事长的接班角色转换。 2010年9月,老爸将其所持有的3480万股,占总股本的21.68%,海祥药业股份转让给儿子,罗玉宏就以24.67%的持股比例,正式成为海祥药业实际控制人。 自此,少帅,罗玉宏接替老罗,成为家族企业海祥药业的正式接班人。 海祥药业前董事长罗玉宏,接班后的头一年多时间,罗玉宏还是比较规规矩矩作事,期间也准备带领海祥转型,下文令解。 可到2013年开始,人们发现,少帅,开始不正常了。 怎么回事? 2013年大半年多时间,小罗的名字总是与股市的,减持,有关,一年不到,罗玉宏共五次减持海祥药业股份,持股比例降至18.31%,不过,此时他仍是第一大股东。 到了2014年5月8日前,也就是罗玉宏接替海祥第四年,坊间不断有传闻,说罗玉宏因是赌欠下巨债5亿元,之前,减持,套限3.8亿元,是用来海赌债。 也有个说法,说后来的海祥药业实际控制人王云富,一直在为罗提供赌资。 这就有点像影视剧里的商战骑轨套圈,也就是所谓的,社局门,但后来王云富对各种有关他社局的负面新闻并不认可。 王云富在海祥药业股东大会最后总结时说,我普通话不好,与老罗总三十来年的朋友,网上说是我社局骗取赌博,这简直是天方夜谭,这个事情越描越黑,所以,我不想多讲。 他还说如果海祥重组不成功,也可以通过买进流通股的方式进入海祥药业。 老爸耗费40年,而儿子却仅用了不到4年,就让罗家丢掉了对海祥药业的控制权,这当中是不是因为,少帅,赌场失利,还是中了别人设计的局所导致的,我觉得其实已并不重要,因为剧目已经拉下。 海祥药业还在,但对今天的罗家来说,与之没有半毛钱关系了,之剩下那刻在脑海里难以抹去的苦涩剧情。 海祥之死,一世传承二世转型掌舵四年的罗玉宏,绝非媒体简单的英赌中局的,败家子,所能道尽。 与海星钢铁礼照会不同,罗玉宏尚未并非仓促上阵,其在海祥已经混了足足十多年。 从权力交割到家族传承的秩序上看,还是脉络分明的,老罗也是一步步放手的呀,那为什么还要说传承是失败? 这还得说海祥转型,而从这里,可以看出罗玉宏的经营能力到底是什么层次,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二代接班人。 海祥必死 早在重组前,有人就给罗玉宏治下的海祥下了,海祥必死,的断定。 现在大家都在热中谈转型,可这并非一事,不是简单的一转就,行,行。 不转型会死,可转不好却死得更快。 很多企业在转型之路上一败涂地,甚至出现存亡危机,海祥药业就是这类企业的代表之一。 2012年以来,大宗原料药出口不断刷新下跌记录,2013年第三季度,还出现史上最大降幅,医药界对此的判断是,大宗原料药的下滑颓势已经无法逆转。 行业寒风净吹,以生产原料药为主的海祥药业更是,冷战不已,2013年公司净亏8000多万元,这是它在2006年上市以来首度亏损。 原料药器,风华正茂,的时间是在十多年前,日子滋润时,有的企业就深感,仍无远虑必有近忧,像被业界奉为转型成功样本的食药集团,就是早早就,远虑,了。 台州药器中,与海祥制药一样的海震药业,华海药业,人家也早谋划,海震药业联手外资搞创新,华海则主攻制剂出口,而海祥呢,还在转型大门门前蹭脚呢? 原料药其实是一个低壁垒的行业,凡是能够规模化生产的,很容易被复制的,过去罗邦蓬布也是拿了几个全国,NOE。 可时空变了,很多原料药企业,已经企图通过制剂转型一改发展颓势。 台州另外两家药企海镇和华海,2000年前后就做了转型战略,而海祥药业却是,后知后觉,直到2008年了,才有向,制剂转型,的喊声,可这已经晚了人家8年10月年了。 转型发任晚,到了少掌门人罗玉宏接棒时,海祥发展已经是,生死疲劳。 海祥也想到转型,知识晚了些,真正有实质性变化,并将制剂转型当回市市在2011年。 海祥搞了一个,普建制药,企业,计划投资1.49亿元,建设年产8亿片,利,盐酸零可酶塑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线,并直言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到国际高端市场。 问题是,海祥药业向投资人讲的故事来得太晚了,市场没有给他时间了。 医药产业一直被称之为朝阳产业,投资投资已经渗入医药产业各个环节,但唯独对原料药领域近而远之,此时,罗玉宏也遭受融资难。 不转型到制剂跑道上,要么被超越,要么被累死,这是市场现状。 海祥药业前董事长罗玉宏也不是蒙眼看不见,但由于缺乏战略眼光,执行力,管理能力,罗,少帅,在错误的时间,做了错误的转型,从,等死,变成,找死。 首先,由于海祥没有提前更换跑道,被,做死,的就是其曾经引以为傲的主营业务赔难类产品,4AA,价格下跌,产能过剩,加上环保成本,企业业绩一直往下滑。 其次,自己打造制剂业务平台,这江浦建制要,速度太慢,那如何加速向制剂转型。 这时候,罗玉宏想了一个,快招,借助外力,并购转型。 由于是在错误的时间做出的决策,罗玉宏的,快招,马上变成,快死。 OK! 感谢观看